華格納軍團首領保利窩津 我聽到一個突發消息 這是一個砲砲 爆炸性的新聞 今早聽到消息傳來 有人拍到 聚機 他是軍頭 無惡不作 滿手鮮血 生於劍下 死於劍下 Live by the sword Perish by the sword 不需要軟息 他自己都預料了 但是 不是戰死沙場 這個可能是他的遺憾 He didn't die with his boots on 聽說他其實都預料了 兵變失敗之後 他都預料了自己 會死的 會是一個活死人 一個 dead man walking 他一定是暗殺的目標 一個殺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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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想不到這麼快 最初想著自己都有幾年玩 誰知道 原來 he stays a number 即是大限即智 現在他是聚機 如果你告訴我 是engine failure 即是 基件故障 而造成聚機 come on 我會覺得你是 try to pull the wool over my eyes 即是在這裡 騙鬼嗎 想騙人嗎 這些一定是精心部署的 至於誰是prime suspect 誰是最大嫌疑犯呢 好了 大家知道 大家心照 關於普利窩津更多的消息 相關的英文 盡量速遞給大家 希望大家 like和留言